哈啰 大家好 我是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以悦性翻面上晃张娃娃 那接下来的内容会有剧头 还请挣着观看 那我们按照惯例先聊一下剧情 再说感想吧 故事讲述我们主角五条心菜 从小父母说完 他因为没有妹妹 所以没有成为清小说家 而是对爷爷制作的日本人偶产生的兴趣 梦想是成为制作日本人偶的人 不过 与其说是兴趣 不如说他已经喜欢的走火入魔的 早上起床时还会和人偶说早安 十分爱护人偶 因为这个喜好导致和同学们没有话题 在学校是个边缘人一个 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还会和人偶说话 嗯 怎么觉得很有即逝感啊 啊 我知道了 这个就和咱们这群肥宅一样嘛 比如对着手吧 不过如果没有一些人改变他的事情的话呢 相信我 这动漫第一集就能结束了 毕竟应该不会有人想看自己的现实状况吧 啊 你说你在学校是个人气王 那你小心挨揍 所以为了能推动剧情就安排了女主角 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某一天 武条应被加尼的缝人机坏了 就在学校缝人偶的衣服 刚好就遇到了海梦 海梦发现了武条会缝衣服后 就当常换上了自己制作的衣服 当然武条是有转过身的没有看着他换 但为什么我还是会感到羡慕啊 那看这盒原型很不像是又粗糙的衣服 武条直接碰到海梦怀疑人生 最后海梦决定要拜托武条帮他制作Cosplay的衣服 武条也尊重了自己的想法 决定帮助海梦 这个就是脸上换张娃娃的大改剧情啦 那接下来就是感想环节了 那首先这个动漫是有卖肉的成分的 而且比例还不算少 以后第二集就让海梦拍了一几的肉 首先我的观众都知道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卖肉的 应该说是不太喜欢强行卖肉 那这个动漫可能是因为海梦的性格的关系 所以竟然还看到海梦卖肉 但这也没办法 毕竟他们可是人在公共场合讨论失败 这些游戏内容的人 所以这个动漫如果要吸引我看下去的话呢 很明显是要其他元素来让我有动力看下去的 而这个元素呢就是我们的主角五条 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角色 不如说我目前最喜欢的角色就是五条 虽然我不知道之后的这两个新角色 我会不会喜欢啊 反正五条这个角色我喜欢的原因 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之部分 不得不说他的责任感是真的很强 比如他在得知距离展会的时间 还剩下两个星期 而且这还是他和海梦却买材料时才知道的事情 那这一点时间怎么可能购制作一件衣服呢 但我们的五条不愧是真男人 就算是熬夜也要把衣服做出来 看到了吧这个责任感 比你这个考试还不去读书的还强啊 反正这个就是我目前看下去的动力了 以Cosme为体裁的作品呢 我也没怎么看过 所以也觉得挺新鲜的 画质也不受剧情的流畅度也掌控得很好 如果继续保持的话 这个动漫的质量 我觉得应该是会成为一个新方中最值得看的作品之一 那在结束之前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你们觉得我最后会喜欢哪个女角色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猜一下 我会在这个动漫完结的时候呢 弄一些完结感想到时候才和大家说答案吧 好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希望你们点个赞或订阅 来让我这个毫无人切的增加一些自主影片的动力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